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 在扫灭群雄 一统天下之后 都会大封功臣 以激励臣下效忠国家 西汉有麒麟阁十一功臣 东汉刘秀加封了云台二十八将 南宋有昭勋阁二十四功臣 能够入选这些功臣名录 既是对他们能力的肯定 也是赠予他们的一种无上荣耀 这期我们就来聊一聊 唐朝的林燕阁二十四功臣 来体会一下其中的一些玄机 在贞观十七年 这一年唐太宗已经四十四岁了 据随墨进阳起兵已有二十六个年头 他想起了为礼堂建立和兴盛 立下汉马功劳的众多老臣 这些老臣中 有的已不在人世 如为征刚于年初去世 殷开山早在二十多年前 来不及看到李世民登上地位 就在征战途中病逝 还活着的也多以老迈 如李靖已经七十二岁 房玄陵 高士连等 也都年近七十岁了 李世民是一个很怀旧的人 越到晚年 他越是怀念那些金戈铁马的日子 怀念当初并肩作战的那些小伙伴 李世民不禁觉得有些伤感 那怎么办呢 于是下令在皇宫内修建灵燕阁 请著名画家严立本绘制二十四功臣画像 这些画像皆为真人大小 栩栩如生 面北而立 表示尊重皇帝 最后还有大书法家储岁良提字 李世民亲自坐在 以示纪念和褒奖 灵燕阁二十四功臣的具体名单如下 依次为长孙无忌 李孝公 杜如慧 魏征 房玄陵 高世莲 玉池靖德 李靖 肖宇 段志玄 刘弘基 去秃通 殷开山 柴绍 长孙顺德 张亮 侯军吉 张公瑾 程之杰 于世南 刘正慧 唐俭 徐世纪 秦书宝 这二十四个人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始终追随李世民浴血沙场 容马空总的铁杆粉丝 二是资历老公勋大 但与李世民关系一般的将领 三是随时旧臣或远属其他方面起义军 后归顺李世民麾下的将领 李世民对旧臣的关爱是众所公认的 但从灵燕阁二十四功臣的构成 可以看出自始至终属于李世民嫡系的不过三分之一 用现在的话说 这二十四人并不能一语盖之称为李世民的人 正是从这一份名单上 回顾二十四人葛善盛场 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让人不禁感叹创业的艰辛 下面通过四个方面讲述李世民的用人之道 让人深切体会到一代明君的用人胸怀 第一方面 从严要求秦府旧臣 玄武门事变后不久 李渊退位 李世民如愿登上帝位 由于李渊后期曾有意识地抑制过李世民的势力 因此李世民登基意味着重新论功行赏的机会到了 而当时也确实出现了诸将争功 纷纭不已的场面 不过 李世民显然让他们失望了 他不仅没有对秦府旧臣格外开恩 反而更加从严要求 以至于房玄陵不得不提醒他 秦府旧人为千官者 接接愿约 无数奉事左右几何年矣 金除官返出前宫 其府人之后 李世民当时便严肃回答 王者至公无私 故能服天下之心 我与清辈一时皆取诸民者也 故社官分之以为民也 当则贤财而用之 安能以心就为先后在 此起为正之体乎 除此之外 当有人建议李世民将秦府 旧兵选入宫中充实素位 李世民同样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 当时便说道 我以天下为家 为闲事与 岂旧兵之外 皆无可信者乎 第二方面 出于攻心对待其他功臣 宇从严要求秦府就沉相应照 李世民对不属于自己嫡系 与自己关系一般的其他功臣 做到了秉持攻心 公正对待 例如 李唐的建立有赖于两大主帅 北方为李世民 南方则为李孝公 李孝公尽管战功赫赫 却深谙退让之道 特别是在李世民与李建成夺位战中 始终保持中立 但这并不妨碍李世民将其列为 二十四功臣的赫习 同样在关键的玄武门事变中 并未明确表态支持李世民的含有李敬与徐世纪 李世民也没有为此产生心结 仍将二人请进了林燕阁 第三方面 不为亲与不必亲 正是由于从攻心出发 李世民在用人上坦然自信 既不以亲书远近画小圈圈 也不刻意避亲 以示大公无私 淮安王李神通 是李世民的叔叔 李渊起兵时 他是李世宗亲中 唯一于晋阳之外 举兵响应的 之后也是战功累累 可谓功劳与苦劳兼备 李神通与李世民素来相善 在太子争夺战中 李神通选择站在了李世民一边 并营救过李世民 如前所述 贞官初期 诸将争功 分云不已 李神通自言 陈举兵关系 首应一齐 金房玄陵 杜如慧等专弄刀笔 功居陈上 臣妾不服 李世民郑重指出 战斗见得时 叔父全军覆没 刘黑他叛乱时 叔父望风而破 玄陵等运筹帷幄 坐安设计 论功行赏 故宜居叔父之先 此言一出 诸将皆心悦成福 与此同时 当长孙无忌提出自己 身为皇后之兄 不宜宠认过多 否则 恐天下为陛下为私使 李世民当时便坦然回答 无为官责人 为才是语 苟祸不财 虽亲不用 如其有财 虽仇不弃 今日用你 起因思亲 第四方面 广泛吸收各方面人才 不以出身论英雄 如果说认人为贤 是李世民用人的原则 那么五湖四海 则是贯彻这一原则的体现 李世民南征北战的过程 也是不断延揽各路豪杰的过程 从对立阵营中招引人才 更是他的一大法宝 对这些人 李世民都能倾心以待 用人不宜 这里面最典型的当属 玉池静德 玉池静德 原是刘武周部下猛将 屡败唐军 后归降李世民 身为李世民器重 但由于之前 与唐军将领结怨太深 不久之后 李世民手下 诸将已担心 玉池静德 叛乱为由 擅自将其关押 并劝李世民 即杀之 李世民却不以为然 当即下令 释放玉池静德 并单独将其 带入自己卧室 与之以金 并且说道 丈夫意气相欺 勿以小贤借义 我终不信 谗言以害忠良 公以体之 碧玉去者 以此金相资 表一时 共事之情也 纵使玉池静德 身经百战 出生入死 听了这一番话 也是感激涕零 从此更加死心 他地追随李世民 事实上 如果我们注意到 大量元属于李密 窦见得 王世冲 刘武周 以及李建成 等人的良辰猛将 最后纷纷归入 李世民麾下 为其所用 那么 对于李世民的成功 或许就不是什么 难解之谜了 最后 在贞观二十一年 李世民曾向群臣自述 自古帝王多吉圣吉者 我则见人之善 若即有之 人之才能不能兼备 我常弃其所短 用其所长 人主多物见臣 而我未尝因直见处则一人 寥寥述言 无疑可以让我们 一窥李世民 用人之道的奥秘所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